而無戰火持續交戰之際 中東地區也不平靜 二十五號傳出沙烏地阿羅伯 兩座儲油設施遭夜門叛軍青年運動 以無人機和飛彈攻擊 而沙烏地阿拉伯報復反擊 也造成了傷亡 中東夜門叛軍青年運動 對沙烏地阿拉伯發動跨境攻擊 鎖定沙國兩座儲油設施 而在二十六號深夜 沙烏地阿拉伯聯軍報復反擊 轟炸夜門首都沙那 以及鴻海戰略城市 造成至少八人死亡 四名富人和兒童受傷 成千上萬名群眾聚集 在首都沙那聲援夜門叛軍 由沙烏地阿拉伯支持的夜門政府 跟伊朗力挺的青年運動內戰 已經邁入七年 而就在夜門遭受到攻擊之後 青年運動宣布停火三天 至於沙國遭攻擊的油槽災情已經獲得控制 但當局表示這起攻擊可能會衝擊沙國石油生產 自俄烏戰爭國際油價應聲飆漲 每桶漲破一百二十美元 全球石油庫存更是來到二零一四年來最低 而歐洲國家誓言擺脫對俄國的能源依賴 現在也轉向中東國家卡達 另外一級方城市賽車F1 沙烏地阿拉伯大獎賽 開賽前遇上夜門武裝組織的攻擊 且賽道距離事發地不到12公里 但在經過車隊與選手的討論 決定賽事照常舉行 公視新聞本編譯 都要開支出的 提供 人家 我們要開支出的